提起阿诺德·史瓦辛格 阿诺德·史瓦辛格 他的儿子们会走他爹的老路成为大鸡罢然而,事实却震惊了我,史瓦辛格有两个儿子,大儿子叫Patrick目前是一位Bits电地老板,兼模特和演员,其实他的骨架随他爹从小就看起来挺有范儿的不过,他对健身有着自己的理解他更喜欢修长有形的身材,这也为他后来的模特之路,搭了铺垫但是也少不了健身房里路贴的努力 随着时间的飘移,他的块头也有向他爹看齐的趋势,而史瓦辛格的二儿子Christopher画风就截然不同身材,有点跑偏,没错,左边的那个就是Christopher19岁的他现在正在密歇根读大学 他的画风,从小就和他哥不一样,从小不爱运动,就爱吃垃圾食品颜值,已经被他哥甩了几条,皆跟别说他传习一般的,爸爸了 现在的Christopher正往XXXXL版的史瓦辛格进军,很难想象Patrick和Christopher是阿诺史瓦辛格的两个儿子,两个人尽管分享着几乎一样的基因 但是因为后天的运动,饮食,生活方式的不同他们的身材,也是完全迥异 也许阿诺史瓦辛格的健美基因依旧存在,在他的两个儿子身上 但是似乎他的儿子们的努力还远不及将这些基因表现出来,颜值是父母的,身材却是自己的 而这简单的身材不同,也真的会造成颜值上的差别和给人的整体印象的差别就这么大 这可能是因为全家都太爱,这个弟弟了在哥哥姐姐在社交媒体上全是对弟弟满满的爱,这就是家庭 史瓦辛格说很多人吹阿诺德基因有多么的屌,我们承认基因会决定我们的上线 但是99.999%的人压根没努力,倒要拼上线,的时候阿诺从出道到成名也用了超过十年的识 兼几十年的汗水和付出和他的基因比,难道不更重要吗?看看他的儿子们再看看70岁的他答案,一目了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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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